庄子的思想智慧之二 庄子说,井底之蛙不可以和他谈论大海, 因为他的眼界受到居住环境的局限。 下生秋死的虫子不可以和他谈论冰雪, 因为他受到生存时间的限制。 穷乡僻壤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大道理, 因为他受到浅漏教育的束缚。 孔子说,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, 脚下的地势不同,眼界便不一样了。 由此可见,客观因素与条件常常限制了我们的见闻与想象。 尽管如此,我们却不能以此作为无知的借口, 我们也许能安于一片立足之地, 却不能不知外面的世界有多广阔。 我们也许能知足常乐, 却不能没有报复与理想。